在这个论坛里面 基本上只有我们三个同学才可以看到 这个完整的连结 上个礼拜的影片也在这边 里面的话大概会有几个重点 包含就是我们总共有五段影片 第一个的话就是 做了一个所谓的植树判断的层次 那写的方法当然我第一次写的是 稍微比较冗长一些些 因为里面先有一个result等于0 OK等于0就false 然后当它被整除了 那result等于1 底下再用一个逻辑判断 去判断这个输出是直数或不是直数 但是如果说我今天要把它简化 我上礼拜有讲一个方法 那个写法蛮特殊的 就是fal另外可以对到一个else 就fal跑完之后 跑完了没有 那就是他另外就跑else 那这种写法蛮特殊的 那当然如果你会写 你尽量还是写那种方法 因为相对的程式会精简许多 程式至少少了四行 OK等于是一个逻辑判断 那同样的file也可以 file else OK 那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可以把那个直数判断 可以让程式更为精简 那至于那个写法的部分 请各位也是可以参考一下那个云端白板上面 云端白板里面的话就是这边这个档 那这里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就有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是讲到有关这个 OK植树部分 那植树部分的练习原来写法是这样子 OK 那当然呢先产生一个变数 那这个变数的话 当它预设是不会没有被整除 当它被整除的话 那这个变数里面的值就塞一个1 1就true 那如果是true的话呢 那相对的 如果if 这个result等于1等于是等于true 等于true就直行这一个 那如果它里面一直都是0的话 意思是没有被整除 那就是唯一 就是直数 原来的写法是这样子 那这种写法的话 然后有一个缺点 这程式感觉起来 这边已经有一个逻辑判断了 那这边又一个逻辑判断 感觉好像有点 好像做两次的攻的感觉 所以后来我们就把程式轻减 那轻减的方式主要就是 放回圈可以对到一个else 也就是说呢 输出之后 如果它已经被整除的话 被整除嘛 被那个prung 被其中的一个数字整除的话 等于0的话 那就是不是直数 那特别主要这边必须要加一个break break意思是说 那已经被整除了 你就不用往下走了 ok那它就会帮我们 跳离这个回圈 这个break很重要 因为for回圈 或者画回圈里面呢 只要遇到break的话 它就一律呢 跳离这个回圈 就不会进去做了 不是只有for回圈 画回圈也很常用到break 我们画有email号嘛 里面一定要有break 如果没有break的话 那你这个程式就跳不出来了 ok 特别注意 当然这程式没有几行 不过请各位回去 另外的话for回圈对到一个else 就是里面如果它跑完之后 都没有找到这个整除的部分的话 它就会跳else else就反之 那就是一个直数了 ok for可以对到一个else 这种写法还蛮特殊的 ok 那当然程式不多啦 不过建议回去一定要重新自己打过 如果你可以从头到尾打出来 那表示你真的会 程式真的没有几个字 那问题没有几个字 可是每一个字都非常重要 打错一个字都不行 一个字位置放错也不行 ok 像如果你这边少有break也不行 break它会一直跑 那等于是说它会一直出现不是直数 只要是被整除就不是直数 ok 那其他的话 我还要补充那个VBA的部分 这个可能请各位回去自己再练习 如果你对于那个VBA的部分 也有兴趣的话 那也许可以把VBA的版本再练习一下 因为主要当然你在那个职场上 履历上面 当然没有嫌弃说自己的专业 这个程式员会越多 当然是越好 ok 其实程式员 像Python其实出来一段时间 可是现在很红 可是问题它能红多久不知道 那未来会不会产生一个 又一个新的程式员 现在好像已经有了 而且慢慢好像越来越要超过Python 什么时候会超过Python不知道 有没有可能 非常有可能 为什么 因为不同的时代 当然会有不同的这种应用需求 不过像VBA 这个程式员也是一样到的 什么时候被取代掉不知道 不过VBA已经存在了 至少超过30年以上的时间了 这个语言真的是很算是很长寿耶 反正目前好像还似乎大家用的还蛮习惯的 我在想说主要原因可能还是有一点就是因为比尔盖茨 他最早也是从Basic语言 就是这个Basic语言所起家的 因为他对这个语言可能有独特的情感吧 我在想 不然的话这个语言早就已经被换掉了 但目前还没有了 OK 好那再来的话呢 其他上个礼拜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猜数字游戏 有没有 一猜到20 当然你也可以改一下 一猜到99 一猜到100 或者是说呢 你可以再延伸去写其他的猜数 猜数字游戏 像那个几A几B这种猜数游戏 不过逻辑上相对的也会更复杂一些 当然如果你可以第一个 可以把上个礼拜的猜数游戏快速写出来的话 当然你基本上已经对于回圈的这种控制 我想应该有一定的程度了 猜数字游戏里面 回想要画一帽号 做什么呢 就是让使用者input input什么呢 请你输入1到2的时间 通常我们会先猜中间的 出入10好了 他会提示我们是 太高呢 还是太低 或者是答对 所以只有三种可能性 所以这三重的逻辑判断 一定要写在什么 写在这个回圈里面 这个该怎么写 当然我还有补充一个VBA的版本 其实如果回去的话 请各位试试看 那另外的话呢 后面我有变化 就是说 如果呢 我这个部分呢 限制猜数字游戏 上面如果我们预设写画一帽号的话 他预设是可以让他不断拆 可是如果今天呢 只能够让他拆三次 如果他三次拆不对的话 那就跟他讲说 不行了 你不能再拆了 你最多只能拆三 不然的话呢 人家像有一些游戏一样 你不能一直没有止境的拆 如果你拆了几次 所以我们要能够如何限制他拆的次数 那当然呢 最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用Fall回圈 把画回圈改Fall回圈 然后他就跑几次 不过呢 跑到最后一次的时候 同样你要限制 可能还是要多一个 逻辑判断里面 可能要多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条件 给他 那当然除了用Fall回圈之外 其实你也可以另外一个方法 用那个 用Count Count 就是在画回圈里面 你可以 他跑一次 你就Count 加1 再跑一次 Count 加1 两次 再三次 Count 如果那个Count的数字 假如呢 他已经大于3的话 假如他已经第四次 就不让他拆了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如果你假设 不用Fall回圈限制的话 也可以试试看 如果说我用Count 来做限制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只是说呢 哪一种写法会比较精简 不过看起来 好像还是Fall回圈 因为Fall回圈 他只是说 把画有一帽号 改成Fall回圈而已 相对起来 好像似乎 比较 稍微精简 不过还是要试 如果一般的习惯是 那个程式不只 一种方法 一种解法 你要写完各种解法之后 那你下去整理 哪一种写法是最 最恰当的 那这个所谓的最恰当 多半呢 我的习惯哪个程式最短 我就把最短的 一般当然 没有人 没事写那么多程式干嘛 不过你会发现 真的 同样的东西 不同的人写 写出来 功力 马上可以看出来 功力不够的 你会办法写拉拉扎的 什么东西 一堆 明明不用写那么复杂 你写那么复杂干嘛 但是呢 有功力 你会办法 这是写程式 干干净净 清清爽爽的 OK 那这部分的话 还是要多一点时间去理解 那 再来的话 就慢着J 就是1到12月份的英文 欸 跳出来 那这里的话 当然会多一个什么 多一个所谓的那个Random Random 如果我要乱数 这个乱数要怎么产生 其实我们这个地方 可以用一个所谓的Random Random的部分的话 在这里 这个是 这个 这个 Random 同样 那个猜数也 Random 里面的话有Random Range 当然除了Random Range之外 它有Random Int 那Int刮虎后面就是1 如果是Random Int的话 不是Random Range 那就是1-20 Random Range Random Range 是1-20 Random Range 的话 跟Range 写法是一样的 比如我来到20 就1-21 那 那你想说 老师你为什么不干脆用Random Int就好了 因为 我是觉得 因为之前用过Range 一直也都用过Range 所以我们干脆怎么样 干脆沿用算 因为用习惯的东西 总是比较熟悉 那如果你用Random Int的话 你们可以找 你们可以试一下 你用Random Int 后面只要把它改 这个Random 后面改Int 然后1-21 后面的话 这个地方只要变20就可以了 那结果会不会一样 一模一样 只是说个人的写法 如果你觉得Random Range 你觉得不太喜欢的话 没关系你可以改 OK 所以有些书 有些坊间的书籍 他们会用Random Int 你不要觉得很奇怪 每个人习惯不一样 都没有关系 习惯 最重要是你熟悉 然后不要写错就OK了 那其他的话 还有这个Month CIO部分 那当然我除了Random这部分 多了一个所谓的中国阿福 OK 那也就是说我今天呢 假如要把一个清单 对不对 一个清单放在Python里面 让我去抓取里面的资料的话 如果在Excel很简单 清单自动产生 我们之前讲过 这个清单可以上下拉 你只要输入那个January 底下下拉它就1到12月的英文 全部出现了 那可是在Python里面 它就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特别注意 在Excel里面的清单 就像那个你向下拉的这个范围 以后呢 你通通在Python里面 只能够用类似像串列的方式来实作 因为它没有Excel OK 或者是除非你把资料放资料库 那你资料库 你要建一个资料库也是要一个程式 然后建一个资料表要一个程式 然后再把资料抓回来 那干脆你用这个好了 所以特别注意 在Python里面 有一个形态就是非常重要 就是说串列 其实英文叫List 那主要这个List 用来做什么 其实就放清单的 OK 所以上一礼拜我们是把清单放进来 然后就在这个1到12月份里面抓一个 抓一个位置 抓一个月份出来考试 然后呢问这是几月 如果对的话呢 那就答案正确 不对的话呢 让它不断的去拆 OK 这上一礼拜也提过的 另外还有一个是拆数字游戏 这一题我们要 拆拆拳游戏 我们没讲到 不过其实理论上也差不多 OK 那里面当然看起来好像很复杂 不过实际上逻辑都差不多 第一个怎么样呢 还是一样 就是剪刀、石头、布 这个也是我想出来的方法 OK 因为你要跟那个电脑玩 剪刀、石头、布 假设啦 当然写法不见得 只能够用这样的写 这样的方式来写 但是怎么样写会是最简单 这个恐怕各位可以想 每个人想出来一句都不一样 那我的写法这样 当然我这个程式有防呆 1234 如果输入5的话 Enter 他会说输入错误 因为我有防呆 如果他输入不是1到4之间的数字 他会跳出说 输入错误 请重新输入 那如果说我要跟这个电脑玩剪刀 如果是剪刀的话代表 就是1代表是剪刀 2代表是石头 3代表是布 那如果要结束游戏的话 那就输入4 我觉得好像如果跟 这个电脑互动的话 好像输入那个数字会比较简单一些些 因为如果你要打什么 剪刀好像也有点麻烦 你刚才用1234来 比如说我输入剪刀 我就输入1 Enter的话呢看一下 那当我输入1之后 那这个时候的话 Input 那电脑当然也要乱数在1到3之间 跳出一个数字 然后跟我比较一下 比比看 看是我赢还是他赢 还是平手 所以基本上呢 只会有三种可能性 有没有三种嘛 一个是我输了嘛 一个是电脑输嘛 那一个是平手 三种 OK 所以Enter一下 哎 他底下我会有显示 电脑出什么呢 出布 那我出剪刀 所以呢 后面显示出 你赢了 就是我赢了 OK 一样 那你想说老师 这个是不是里面已经做好的 是作弊 那换一个 我出石头 看电脑出什么呢 哎 电脑又出布了 OK 那我输了 所以底下会出 本来是我赢 剪刀 那我赢 这个时候的我出石头 所以他比较之后的话呢 因为我输了 那我再出什么 出布好了 他会不会又出布 没有 他出剪刀了 我又输了 OK 反正这一定是可以 这一定是会动的啦 不是说里面已经写好固定的 里面怎么产生的 其实也是从Random Range 123里面去乱跳 OK 如果要结束的话 就输入4就可以了 哎 好 那就退出了 基本上呢 这个程式里面大概有哪些要点 当然呢 最好我是建议啦 如果你假如学过了我们之前的那些程式 最好是可以自己怎么样 算是有点举一反三嘛 OK 但里面的话有哪一些要点 我分享啦 因为每个人写出来都不一样 因为最早这个程式 我是在哪边呢 有一本日本 最早教Java的时候 有一本叫明解Java 一个日本人写的 他用Java写的 那我后来发现他的逻辑在太复杂 我后来尽量把它改成比较简单的逻辑 那我这个逻辑啊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见得是标准答案 但是写出来基本上满简单的 哪些地方呢 首先第一个一定要是什么 Input 有没有Random 那我这个Random的话呢 我是123就是剪刀舌部 那0的话 不过一个List一定会从0开始 所以我List 0的部分把它避开 那剪刀舌部 产生一个List 一个串列 叫B List 那画鱼帽 就让他不断的玩那个游戏 除非他输入4 才跳离这个回圈 OK 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他什么 如果他里面M M的话就是输入的是4的话 那才会有BREAK 所以特别是只有4的时候才BREAK 那如果说他小于1 或者大于4的话呢 那我这边有防呆 如果他输入是小于1 或大于4的话呢 那就是输入错误 请重新输入 但是底下没有BREAK 意思是说他还会继续跳 请输入1到4 好 那所以最重要的是底下这三个 三个逻辑 就是第一个是什么呢 是平手的状态 那平手是怎么样的状态 就是两个出一样 就是M跟S两个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输入1 那电脑的Random也是1的话 那就剪刀剪刀 那当然就平手 那石头石头也平手 步步那平手 所以平手最简单 我先写 那哪一种状况 是我输了 就是我们现在玩的人输 那就是什么 当我是出什么 这个M是我们输入 我们输入的是石头 然后他应该输入什么 这个是赢的 跟人家 赢的部分 就是我假设出石头 他如果出剪刀的话 所以这第一种状况 或者第二种状况是什么 我出了什么 一是剪刀 然后他出什么 S S他出 他出布 那他输了 那我出山 我出布 他出石头 所以归纳起来 只有这三种状况 所以三种而已 所以我把它归纳 中间偶尾就可以了 如果第一种 如果第二种 如果第三种 那就是 这三种状况其中一个出现的话 那就是我赢 那反吃的话 我什么情况下会输呢 就是当我出什么 二 二就是石头 他出布 然后我出剪刀 他出石头 我出布 他出剪刀 这三种 也是三种 那表示 这个我输了 大概就三种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剪刀石头布 玩起来也并没有 城市没那么复杂 但是我之前我记得 那个明写Java里面 那个部分 写得好复杂 OK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把那本书 找出来看看 OK 那这个是 上个礼拜 我们 讲的一些范例 那今天的话 我们接下来 就要继续再来看 这个我们的 症照考试题里面 第三类部分 所以待会 请各位看一下第三类 那第三类其实 就都跟回圈有关 所以第三类里面 主要是考什么 考这个有关回圈叙述 回圈是什么 for 回圈 for in in就是哪一个 range 那while 也就是说呢 他没有限定说 你只能用for 或者用while 反正你能够写出来都OK 所以 那首先的话呢 请各位先做一下 先看一下第一题的题目 那这个第一题的题目 就是叫什么 回圈 偶数 连加 回圈 偶数连加 OK 所以要连加 连加 就是不断的加 而且它是偶数的喔 那当然底下我们来看一下 一般习惯喔 会先看输入跟输出 如果我今天呢 输入什么 输入 开头的值 就是14 结束的值 1144 它要在这个range里面 14 加16 跳一个 偶数 14加16 加18 加2 一直加到1144 加完之后的话呢 帮我把这个最后的结果输出 就是327714 那有 怎么样可以写出来呢 OK 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我已经写完了 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基本上呢 我把它run一下 基本上呢 当然呢 我们 会先有一个 这个 这个 先有一个a 当然因为input后面 我们没有加任何的 字串 所以显示出来是没有东西的 那一样我先把它输入什么 输入一个14好了 14 Enter 假设 起始值是14 结束值是1144 那如果我Enter过 能够看到是32774的话 那表示我做出来的结果是正确的 OK 各位可以看到 32774 那这样怎么做 我建议各位先不要看那个参考答案 最好有没有办 自己可以写的 因为其实里面前面应该都教过嘛 a b 然后呢跑个回圈 回圈的话是for for i in range range的话一定是从a 有没有 然后到那个b 应该b加1 有没有 因为b 那个range后面那个数字是 结束值的后一个嘛 b加1 那逗点step step我讲过嘛 间隔2 有没有 因为它14 下一个16嘛 所以逗点2就可以了 那把里面的值 累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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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完之后的话呢 把结果print出来 答案就OK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整体基本上 也没有那么复杂了 主要是什么 我希望呢 能够有两个输入 a跟b 也就是说起始值跟结论 那当然因为这一题 它没有 问得那么细 所以它 基本上输入 的a 一定要是偶数的 如果它们输入是奇数 那 那当然后面 结束音 就会有错误 所以如果它输入的是一个偶数 那下一个一定也是偶数 所以我要在后面一定要记得 一定要用step2 间隔2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 程式该如何撰写 当然用4维圈是最OK的 可是用画尔维圈能不能写出来 其实也写得出来 OK 不见得一定是只能用4维圈 只是说用画尔维圈来写 可能会没有像4维圈这么的容易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输入一个14 开头 结束1144 那就帮我累加 14 16 18 一直加到1144